前兩天我們收到一個這個表格 大學教師評鑑表格 我記得我兩年前好像挺過一次 但是記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會發現說這個評鑑表格大有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問題在哪裡 那就前兩天學校寄了一張評鑑表格給我們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們是怎麼樣被評鑑 當然他們有一個評鑑成績 跟各位的啟動考、啟動考成績是類似 但是我們的評鑑方法跟各位不太一樣 我們分三種 教學、研究、服務 跟垃圾分三類是一樣的 我們也有三類 教學、研究、服務 每個人都三項都有 不是你選你類去做 三樣都有 那所以我就開始填起來 但是我忘記一件事了 我今年應該不用評 所以我照理講不用填 因為三年才評一次 然後呢這個表格總共有三大項 就是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 OK 那 看起來好像也不錯啊 有教學、有研究、還有服務 好像都很合理 那仔細看一下呢 教學項目它是這樣子 每學期授課時數 每一學期滿足基本終點得兩分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你們一學期 都有教到 就是說 對應的學分數 那就得兩分 他是不是教 最後最後會十五分 那你有沒有繳交課程計畫表 這些其實都還算蠻正常 那接下來呢是研究 就是說 基本研究表現 就是你有一篇論文 那就得基本分 那如果呢 有更多 就等更多分 然後呢 服務、輔導 如果我當導師 然後沒有缺師 那得十分 如果我們去 你們住的地方看一看 就再得十分 然後呢 因為學校規定說 要去你們住的地方看一看 那我是都跟教官說 喂 我不去喔 你把那個錢留給別人用 那 如果參加學校的輔導活動或演習呢 就得兩分 那準時出席教學和行政會議也可以得分 那填一點填一點我就覺得 越來越不對 因為兩年前我好像填過一次 那時候就覺得不太對 現在就覺得更不對 到底哪裡不對呢 啊 滿足基本終點 那 那 如果我上更多課 是不是得更多分 這 這個還好 他沒有說 上更多課得更多分 我因為滿足基本終點 那你基本終點 就九小時滿足了 就OK 所以這裡我這樣寫好像也不是很對 但是呢 他都參加校外研習得十分 每項三分 那就是說你每個人都應該去參加研習 然後累積點數好得分 對不對 那接下來還有這個 收研究生 碩博士呢 博士得三分 碩士得兩分 大學專題得一分 那所以你就要收很多 做碩博士喔 然後和專題的學生 然後呢 收碩博士會有額外的bonus bonus就是 他會幫你寫入文 然後你就會論文越來越多 那 這裡就有個問題喔 為什麼我們碩博士數量會 變得那麼多啊 一個原因就是這樣 因為這些碩博士要去幫老師寫論文 老師當然希望盡量收多一點啊 阿老師每個老師都盡量 希望盡量收多一點 那名額就會跟教育部開說 OK我要更多更多更多 所以我就會很多 所以現在碩博士的行情變得很糟喔 所以跟這個有關 那當導師得10分 這個 對啊 這個剛剛看過 參與 輔導活動 就一直在基點 然後呢 準時出席 各級教學與行政會議 每一場得0.5分 那你就把每一場列出來 到底參加了幾場 所以大家如果嘗試不夠 就多找一些會去開 就對了 然後呢 輔導一小時得0.5分 那也就是說呢 我跟各位 譬如說我上課 上完之後我留下來 也都會解答問題 那如果以後我被迫要做一個動作 請各位不要怪我 那就是解答完之後呢 請你簽下 說我有接受輔導 那這真的很怪 我覺得我真的不想做這樣的事情啊 那你解答完之後就OK了啊 還要簽說我有接受輔導 然後什麼時候接受輔導 輔導的內容是什麼 這個我真的沒辦法接受 然後辦研討會也可以積點住 所以研討會就越來越多了 每個學校都在辦研討會 然後辦比賽當評審都可以積點 然後呢參加招生宣傳也有加分 那而且呢 這個問題是 本來想說三年只要算一次 那還好輕鬆一點 但是每年都要算一次 那所以那個剛剛的表格 你要複製成三份 然後最後把它每一年都填好 而且他表格沒弄好 所以最後我們的表格的意思好像是說 一個大學老師上很多課喔 越多越好 開很多會越多越好 指導很多做博士越多越好 參加很多研習和研討會越多越好 然後補導完學生之後 記得請他寫補導證明 那這個就是我們填不下去的原因 那所以我覺得如果我能夠填完這份表格 那我會變成極點狂 那變極點狂有什麼問題呢 因為你這樣子做每一件事情的背後 都有一種很不純粹的動機 我補導我就是把學生交好就好 我就把他交會就好 他有問題我就把他交會 結果現在變成交完之後 我要請你幫我幾點 那我不想變成那樣的人喔 所以就好像我不會想去參加案例對不對 然後把把那個我覺得不管好不好用的產品都推銷給慶萌好友 你一定要幫我幾點 然後或者是newskin 最近九把刀一直在一直在攻newskin 為什麼 因為他很火大被騙去做了一次演講 所以他就很火大說 好像newskin射陷阱害他 然後讓他變成那個 變成那個直銷的代言人 他很火大 所以我不想這樣做 然後因為參加那種直銷 就是為了讓自己變成藍賺集會員 然後就可以收很多錢 不用做事業的時候做錢 然後你的下限呢 幫你賣的越多 你就收越多錢這樣子 越多的下限你就收越多錢 這如果大學辦成newskin的話 那我想我想 我們應該會很痛 那所以呢 我就想到課問者有一個a的n次方理論 他說 一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是有個a喔 那a如果大於1的話呢 那他的n次方就會無限大 那a如果小於1的話呢 n次方就會趨近於0 ok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大學老師都要去點這些表格 然後花時間去幾點 那a就會越來越低嘛 然後呢 大家都關在一個小籠子裡 然後我卡你 你卡我 我只為了說 ok誰可以留下來 那這樣n次方之後 大學不就完蛋了 那我們教育也完蛋 國家大概也點個企劃 所以 這是我昨天天表格 所想到的一個問題 那我就想 因為 各位有看那個半折指數嗎 有人看嗎 啊 在場都沒看半折指數耶 有 有 ok 很好 所以 所以 當 大和田 大和田出了一個考題之後呢 你半折指數就要接招一下 對不對 那我就在想 我要怎麼接這個招啊 我 我 我進來就要 要被迫要去填這樣一個表格 但是我覺得這沒有意義啊 大家要去玩這兩個遊戲 然後 又用 這種表格讓老師本身就很挫敗 然後勾心鬥獎 這意義到底在哪裡呢 所以 我覺得要填 你要填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 不要 不要敷衍了事吧 只是為了應付上面說 你要填這個表格 你要有評鑑 我覺得這是敷衍了事 那 所以我在上面呢 其實我昨天發了一個 我昨天發了一個 欸 欸 就是 信息 然後呢 就有朋友在講 欸 這個訊息在哪裡 好 轉得到就算了 太遠了 就算了 OK 大概是這樣 那各位 呃 如果萬一 我之後被迫要請你填寫證明 我應該不會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真的要請你填寫證明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 那個 就已經很慘了 好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下課 謝謝 謝謝 謝謝